门徒真实版,毒贩躲紧,约四楼惨摔 港片门徒,毒贩仓皇跳楼躲紧的情节在台湾真实上演 新北市这名毒贩跳楼逃避追捕,却摔断腿,躺在地上痛不欲生 前晚新北市卢州两名毒贩,从监视器发现警察登门查气 轻机下将大量海洛因毒品倒入马桶灭阵,并惊险地从四楼跳下 两人不伤逃跑,人遭警方摆个正着 42岁毒贩陈志伟,双腿开放性骨折 匿名50岁毒贩王国泰,则左小腿轻微骨折 警方发现嫌犯在阳台和门口几楼梯间,装设多支监视器 警员在门外的搜证举动,早被毒贩发现 警方也搜出多包,分装的海洛因和安非他命 昨天训后,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,将两名毒贩送饭 动新闻,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